挖赌机不断将土石挖出 这里是基隆市软软街281项重灾区 由于雨势不断灾情扩大蔓延 10月17号晚上从281项64号起一楼 包括公庙及仓库共事间店面都被土石侵入 有住户说昨晚一个小时联崩三次真的好可怕 昨天早上还没有对不对 昨天早上还没有 昨天我下班一点多下班都还好没事 然后早上就 对啊 人家就痛死了 一个小时应该绷了三次 所以后面都是迷路 后面全部都迷路 我们那边刚刚你们有看到 就是二楼 我们是住二楼边间 全部都差不多回了 金融市长林又昌再次冒雨前往看灾 并向受灾民众说明灾后处理方式 包括真拍运土车加快土石清除进度 同时在左右两边各里出水路 引导山水降低山坡含水量 避免灾情继续扩大 清理的动作已经在进行 那我们已经确定今天先把水路先倒开 那不要让这个坍塌下来的这个泥土层 含水量一直处于一种饱和的一个情形 那今天会先处理我的右手边的这个区域 那明天会处理左手边的区域 那让水能够尽量的流出 然后争取时间 然后让后方的土层能够比较稳定一点 那另外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旁边还有可能有 这个坍塌的这个泥土层 所以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如果雨是持续的大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会坍塌 所以后续的话 我们还要跟地主也要进一步的一个协商 也就是后续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规划设置一个沉沙池 才有办法把整个危险的一个因素 把它排除 至于轮软界281项受灾住户安置问题 金融市政府方面强调 将是受灾户需求价以延长 请住户不用担心 灾害救助金部分 则由软软区公所派员进行调查 符合资格者会紧速发放 希望烧解受灾户燃眉之急 另外金融市长林又昌 10月17号傍晚也到华星一路查看摊坊状况 由于这条居民唯一连外道路道路中断 10月18号消防局以能力方式 将受困里面的洗身患者搬移出来就医 林又昌表示 包括披肩便道等灾后附件工作 将等雨室缓和后紧速进行 还在里面的一些住屋 因为用水跟饮食 粮食的部分都充足 所以基本上生活上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已经 从旁边开辟一条 人可以走的一个便道 所以通行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同样的也是必须等到 七堵山区雨室烧些 那那个地方的一个陆积 才有办法进行重新修复 跟复原的一个动作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